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三 今天這個大盤 又順勢的走跌了 在上週五 我一大早跟大家糟糕 何老師手上的多單 全數的賣掉了 我要大家此時此刻 靜待整個大盤的 一個趨勢演變的狀況 由於上週五整個大盤 形成了結構面的 些許的一些變化 由於台積電的事件太突然了 直接在那天的早上就宣告了 那麼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 稍後我們一一來檢視 我有兩個粉絲官網 你一定要參加 一個是LINE LINE是小老鼠QQ33 TeraGun是股市付監金 或QQ33168都可以找到我 那麼這兩個粉絲官網的差別 就是LINE的部分在首頁 常常會有一些個股的研究資料 PO圖PO文 就如同上週五 我又把台積電的那篇PO文 放在上面 然而廣播節目 震聲廣播 每天晚上七點固定重播 貼在那邊 希望大家能夠上去聽 那麼至於 Telegram的部分 盤中即時的訊息 盤視演變個股的操作 李洲TV YouTube的節目 在傍晚都會貼在 Telegram上面 與大家來分享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很多人說本間K線 實在是不可思議 今天整個大盤 就是本間K線 給大家最低點的 那個10730 上週我跟各位說 整個大盤結構的改變了 那麼接下來各位要留意 這個行情趨勢的變化 那麼今天這個大盤 到底形成了整個結構面 還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請看 今天這個大盤直接開低 而最後當然是開低走低了 這邊試圖有一波的一個拉抬 但是沒有辦法翻到紅色的 但是令大家最驚訝的部分 就是這個大盤的低點 10730 也就是上週五 我給大家的關鍵點位 我說這個點位 千萬不能跌破 跌破就毀了 今天真的很神奇 這個不曉得何方神聖 就讓他在這裡10730 這個地方踩了一個腳 那麼這個關鍵點位 到底會怎麼樣呢 稍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麼今天單一K線很簡單 它是一根的一個黑十字星 那麼上週五這個大盤 它是一個開高走低 雖然盤中的抖幅很重 也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 台積電的一個事件 所以使得看多人 在這邊一方共襄盛舉 但是當天我說結構面不對 就是因為開高之後 無力去反撲 造成很多的大戶 很多的法人反手在倒股票了 那當天收了一個大十字黑K 那麼大十字黑K 今天是一個黑十字星 會如何呢 我們看下去 到上週五我跟各位說 由於單一K線 它是非常大隻的十字黑K 而這個十字黑K 它把前一天的一個大陰線 全部銜接在一起了 包起來了 所以我給大家 它本週的關鍵價為10904到10730 也就是這根大十字黑K的高低點 而我當天宣告 以這種形態學來研判呢 這個大盤將面臨的轉折代變 而我說呢 最好是走投過身就過嘛 那如果斷腳必中錯 還好今天呢 剛剛好就頂在這個10730 然而各位都知道 上週五的一個行情 是由於台積電的帶動 但是台積電呢 它沒有辦法帶動 量價奇昂的格局 這是敗比一 而扣除台積電的一個上漲 其實大盤是下跌的 這敗比二了 第三個呢 就是本間K線非常在乎的 單一的K線 既然能夠包覆前一日的一個 大陰線非常不妙了 而閒到今天各位看到 今天這根K線 實在是耐人尋味啊 我才講斷腳必中錯 今天剛剛好就頂住這個腳 然後這兩隻腳頂住呢 位置剛好是10730 而各位往下面看啊 這個地方本間K線 必須宣判為一個出貨量 所以明天還是給大家 這個10730 既然今天在這邊關前縮腳 明天有沒有辦法直穩 這裡非常的重要了 那麼以形態學組合起來 叫做各位都沒有聽到的 並列大小星 而呢這種格局 是本間K線裡面 一種非常弱勢的一個格局 所以此時請大家小心了 明天如果無力反撲必反殺 也就是這種格局呢 是本間K線裡面 一個強烈空方訊 這樣的格局呢 並不是說 他今天沒有跌破這個腳 你就能夠在這邊很安穩了 反而是這樣的 形態學組合 這種呢叫做並列大小星了 而這種格局呢 就是通常都是無力反攻 才會在這邊處這個樣子的 所以明天一定要反撲了 沒有反撲必反殺 而我今天所看到的格局呢 還是要跟各位講台積電 它從上個禮拜五到今天 引發市場結構的改變 而華為概念股今天全面的重挫 而在今天的籌碼面 我繼續看到法人繞跑 內資鬆動 十戶到貨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上週核三很客觀的告訴各位 我說整個大盤台股的結構 已經改變了 而在這個結構面改變當中 請各位要提高非常警覺 而在今天一大早當中 我有告訴所有Telegram的粉絲 我說法人最愛的股票 內資最愛的股票 今天都形成了跌停板 也就是PCB那一塊的族群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而今天最重要就是 跟華為相關的概念股 全面打趴在那個地方 也就是上週我就台積電的 利多跟利空 有稍微跟各位提醒 尤其利空這個部分呢 也就是牽扯到華為的部分 還有中美貿易戰的部分 果不其然 今天從早上到晚上 全面都在講這個華為的事件 美國要抵制華為 什麼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台積電不能出貨 給它什麼樣的晶片 所以這種消息一直在干擾 而在這個目前這個結構當中呢 我請大家真的要提高 非常警覺了 我們再往下面看下去了 在上個禮拜 我有就台積電 到底是一個利多還是利空 我有跟各位稍微剖析一下 而我在LINE的首頁 有PO這篇的一個PO文 當天我說 美國亞利桑那的時候 台積電要過去設廠嘛 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 那當天台積電漲了5塊錢 我說我對於這種台積電呢 如果是利多解讀 這樣的量也不夠 這樣的價也不夠 而呢到了今天 各位發現 這個台積電根本沒有高點了 直接呢就這樣開低走低了 而呢各位終於知道 何老師解讀是一個利空啊 而呢到上週 上週五呢 我就台積電這個K線形態 我畫兩道線給各位 我說以台積電呢 當天的量跟價配合的不好 然而呢我說形態叫做收斂的末端 那麼今天台積電如果是一個利多要表態的話 你必須要突破 那麼如果跌破的話呢 那就不妙了 因為台積電呢 占台股的權值非常的重 所以牽一法動全局 然而今天各位看到 真的破了 雖然有破了那麼小 但是它真的破了 所以呢今天破 然後又看下面的量 這叫做帶量下傻 親愛的頭子朋友 我連台積電都把你們畫好了 因為上週我已經告訴你們 這格局不對了 你不能用台積電在這邊 都沒有辦法帶動所有類股量 在起揚 而台積電呢 在禮拜五的時候只漲五塊錢 而今天台積電量出來了 卻是到貨量 而我呢為台積電化這種收斂形態 今天不幸跌破了 而在這種格局當中 台積電呢 都造成這樣這麼大的動盪 不管是政治面的動盪 或是美國商業的動盪 或是本身台灣的一個商業動盪 都是如此的龐大 今天牽連到所有的華為概念股 全部打趴在那邊 對於整體的電子產業 真的非好事了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我在禮拜五有跟各位說 這個各類股的一個漲 漲跌的狀況 當天呢這個半導體呢 漲了當然是因為台積電漲 但是其他的電子股 並沒有做一個表態 而到今天同樣的一個圖 我們來看 今天反而是呢 台積電馬上變臉了 哇所有電子股這樣 咪咪冒冒了 而這個部分呢 各位可以對照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呢這樣是一個不對的格局 而呢我們再來看看 上週五有講過以資金分佈 當天是電子類股最多 而電子類股台積電就佔這麼多 其他電子都在下跌 這是不對的格局 而同樣的資金分佈 再看下一張 今天可以看到台積電馬上 哇半導 當然台積電占很大宗嘛 8萬多張 而今天這個電子股啊 全面的都是代表資金這麼多 它是什麼呢 是提款機 也是到貨的量 所以光看今天這一根的 一個綠綠的電子類股啊 它量這麼大 那各位都知道 主力法人內資在 在繞跑的動作 所以各位要提高 非常的警覺了 所以呢在今天這種結構當中 很多人很佩服河山的魄力 雖然上週呢 我沒有什麼特殊的績效 但是我毅然決然的 我看到這個架構 我必須跟各位說 我一大早把股票出光了 而今天我當然有動作 你們請 請你們等我一下下 再往下面看了 我一大早通知Telegram的粉絲 這是我盤中給大家的 我說請大家提高非常警覺 連這種法人內資最愛 投信最愛都這樣反手到了 而呢這種也是法人最愛 投信最愛的結構都改變了 可以這樣跌 表示台股結構真的變了 而呢在今天盤中 我有貼這兩張股票 給那個Telegram的粉絲 我說這檔連貌啊 它是基本面好到爆 但是這些股票呢 法人都跑光了 那請你們要留意了 尤其這一檔星星 它是呢 法人內資外資最愛的股票了 既然會倒成這個樣子啊 這樣子呢翻臉無情 這樣土羊都在倒貨 那麼各位難道不應該提高非常警覺嗎 所以這就是核三告訴大家 當整個趨勢已經面臨到 這樣不對的格局 我們就應該做順勢的動作 核三曾經在做在這邊 有跟大家宣示過 我說我會帶各位一路做到 台股漲不動為止 對 現在台股漲不動了 而我也跟各位說 我們的基金如此愛護的台股 但是現在本身內資全部在跑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必須順勢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法人全部跑光 我們的內資跑光 我們的那些大腳都跑光了 我們還在那邊當銀彈嘛 當炮灰嘛 所以何老師今天坐在這邊 跟大家宣告 台股 因為上週五台積電的事件 引發整個結構面的改變 而台股真的漲不動了 我必須順勢的操作 請看 今天卷空狙擊 華星科 並不是我看他不順眼 而今天華星科開盤 開這個樣子 這邊反撲沒有力道再上去 我必須做卷空的動作 今天華星科也跌幅相當的重啊 而為什麼卷空這檔華星科呢 很簡單 華星科今天早上開到這兒是對的 但是你沒有反撲啊 沒有反撲就不對 所以我發了試駕單 去卷空華星科 很不幸在盤中的時候 華星科把這個 當時的多方缺口給斃了 而斃了之後呢 這邊很明顯的一個解讀 它就是一個一顆頭 那既然這個一顆頭出現了 那怎麼辦呢 那它屬於一個弱勢的格子 而它從這個地方開始呢 碎步有走呢 它是往下面請的 而在這個地方 今天又發現這個量啊 它是帶量下殺 所以這種格局呢 何老師必須在早上 我已經做好了一個 卷空的動作 我說呢 當我們的台股不對的時候 我必須做高空彈跳的動作 所以呢今天呢 我卷空了一檔叫華星科 另外呢 還有一檔呢 就是卷空了這檔叫何生堂 何生堂今天也是開頂高盤之後呢 它就後繼無力了 我也在圈金與法之境呢 發了試駕單 去空了這個何生堂 而何生堂呢中廠啊 它也是收了一個最低點的做法 表示法人在這邊呢 他們不管什麼樣的體材 它全部給你倒光光了 我為什麼去空何生堂 要講個道理啊 因為何生堂這一段 長得非常的猛爆啦 那麼曾經有做過兩次的何生堂 來到這個地方我沒有去理它 但是從這邊的一個排列 我可以等它一下 但是呢它這邊避了一個多方缺口 在那邊做盤整 而在這邊做盤整之際呢 你今天開這樣的盤 你怎麼可以不突出呢 就如同剛才各位所看到的 它開這樣盤是對的 但是呢後繼無力 變成形成了反手殺 當然我發試駕單就給它空了 然後呢這個今天到中場呢 這個何生堂呢 出了一個非常大根的一個大陰線 而這個大陰線呢 實在是非常醜陋的 所以呢在這邊碎步盤整之後呢 次日夾雜這個線啊 請手上還有多單的 你們要非常留意 通常這種線型的組合 在這裡最後一根呢 出現了大陰線崩落 這種都是要往下面走跌的一個徵兆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市場會叫我何大膽跟何快手 當然有原因的 我在幾乎是前年 前年那一段的被動元件建高點 我一路三個月沒有做過多單 我從樓上狙擊到樓下 那麼此次我並不是要去傷害各位 或是要去狙擊什麼樣的股票 因為我講過 由於台積電的事件 引發到整個台股結構面的鬆動 斜落面的改變了 那麼這個地方我沒有理由 再帶著我的會員隨便去搶多單 當然我要狙擊的就是 怎麼樣能夠在這個波段當中 保平安還能夠賺錢 所以我今天選擇了 這兩檔的被動元件 先把它狙擊 所以我今天動作很簡單 既然結構面不對 我就採取著高空彈跳的動作 我還有眷空哪兩檔呢 請看 一檔是原相 原相呢 我上個禮拜買了兩天之後呢 禮拜五把它賣掉 而今天它這檔股票 試圖要反撲 但是呢也是後繼無力 所以我在盤中也是殺空它 然後這檔股票 到底出現什麼蹊跷呢 各位可以發現 我之前去買它的時候 它是一個漲的 但是禮拜五呢 我說它呢 沒有辦法去過一個關卡 我必須把它賣掉 那當天收了一個十字K 那麼收了十字K之後呢 在今天呢 它並沒有去過十字K的高點 它反而在那邊處一處呢 反手的那邊抖來抖去的 所以本間K線的做法 二話不說就是眷空狙擊了 然而這檔股票 明天真的還是要留意 不管你手上有多單有空單的 這邊有一個多方缺口156.5 今天還沒有跌破 因為那天來到157.5 然而呢這個地方將會決定 它會不會成了一顆頭 那麼我今天進去殺空 它很簡單的解釋 它沒有過昨天的高點 它沒有手 然後呢在這邊形成了日K三黑 那麼日K三黑呢 這種現象呢夾雜這樣呢 表示呢在這邊一直狙擊一直狙擊 如果突然一個重挫下來 那這邊呢全部壁了 那這檔股票很明顯的 它的頭就出現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不是我愛它不到 我恨它一輩子 而是我必須要順勢操作 因為我曾經跟你們說 我當時買它一個162 那162那個地方是它的 很大的防守點 但是呢禮拜五到今天你們看 那個地方都很失手 並包括今天盤中有拉上去 它呢尾盤也沒有辦法去 好好守穩那個162 這就是本間K線做股票的方式 我說過我做股票 不管是多與空 我不會以我的情緒 我完全就線論線來操作 而在這個結構當中 請大家去思考一下 現在你的資金要怎麼用 當風險來臨的時候 當全球的一個股市在動盪之際 你有什麼措施 何大膽敢做 敢買 我也敢賣股票 所以當整個結構面不對的時候 我必須向下狙擊 重點是 讓我在這個時候 會決定要高空彈跳 原因很簡單 我們的內資都繞跑了 我們的投信也在到貨 我們的實戶也在到貨 那麼我為什麼要去接他們的貨 我剛好一起倒下來 而手上有些股票 請你們留意了 再來 這張股票 它雙紅 雙紅今天狙擊之後 它今天變小漲 那麼狙擊之後變小漲 這張股票 到底我為什麼狙擊它呢 你們看一下 今天它收了一個紅K 那麼明天請各位注意這個關卡 這個關卡能夠守住 它才有力道反撲 如果這個關卡一旦跌破的話 這不用講了 每個人都會畫 頭就出來了 所以我在今天這邊做一個 眷空的動作 它今天雖然是收紅K 但是量不夠 這邊一路一路一路黑黑的 但是這邊呢 試圖反撲量不夠 所以今天的紅K沒有過濁高 而且量不夠 請各位要提高非常警覺 而在此時此刻 我必須良心的跟各位說 緊急召集令 台股結構已經改變了 必須高空彈跳 因為河三看到法人繞跑 看到內資鬆動 看到外資提款 更看到實戶到貨 所以在此時 我們並應該順應趨勢 向下狙擊 在這裡要跟何老師並肩作戰的 歡迎大家 短天期低調轉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一個 這樣的老師吧 能夠提醒大家風險來了 而在我要狙擊這些股票當中 我也跟各位說 保持平常心 我不會在這邊看到 我狙擊的股票跌下來 我就很高興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 一個操盤手 一個分析師的擔當 面臨到一個行情如何的客觀 我既然學了20年的本間K線 我必須把本間K線 客觀的一面表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何快手何大膽 多也會做 空也會做 請各位好好留意 緊急召集令 台股結構已經改變 必須高空彈跳 希望大家 跟我好好利用此次的行情 短天期低調轉 希望大家有緣分有福氣 一同來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轉 報名截止直到5月20號 詳細內容請搜尋理財大使 或影片下方連結